马六甲选民明天就将决定未来五年的执政联盟 在担忧疫情和对政局反感的双情绪加工下 选民的投票率是各阵营目前最为担忧的挑战之一 是不仅如此呢 那周内所有的28席的多角战可能导致选票分散 至今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拿下至少15席的过半优势 投票制倒数不到12小时 一起来看看三大阵营领袖如何剖析这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 马六甲选 这场计划的热度似乎都是热不起来的 那低投票率已经是各政党各阵营预见的事实了 不过除了大家都在说的这个低投票率 三个阵营首次全面开打的情况 也是影响整个选情的重要因素了 那面对着整个局势都不怎么明朗的选情 各政党各阵营是还有没有所谓的 基本盘和堡垒区呢 国盟会出战全部就是20%型 所以我觉得每个政党出来竞选都要赢 都要资政 所以国盟里面也一样 如果是要出来竞选的话 我们也要确保我们赢越多的议席会越好 当然也包括了可以赢到多数的州议席可以资政 那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所以到底国盟参与每一个选区的这个竞选 会对我们国阵的影响比较大 还是对西盟的比较大 如果你问我个人的分析 我说对国阵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尤其是国盟大部分都派出这个马来人 那在马来票里面呢就会至少一分为二 当然西盟也有派出这个马来人PKR的 所以单单马来票就是四分为二 所以这一点上 在我们的一些传统知识率高的地方 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 如果希望你们有八席是稳的 巫统有十席是稳的 也就是说二十八席里面还有十席是在交座 这交座的十席包括国门跟国阵 在丹中比达拉就是Ralph对马斯对垒的 也包括行动党竞选的Gadick和Bomban 我们的州主席郑国球竞选的Bomban是很辛苦的 打得很辛苦 交座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选情 有十席没有人敢预测是怎样 用数学来算肯定是西蒙最大的影响最大 尤其是华人票 但是我说了这一次 它的低投票率不只是华人票 马来票 印度票也可能会低 如果用同样的一个数学题 主要的马来人还是支持国阵 那低投票率同样对国阵会有影响 所以到底整体上来讲 这一次的投票率会多高 没有人说得准 投票率是很大关键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国门抢到多少行 比如说国门可能在丹中比达拉 抢到国阵的席位 我们现在担忧的是Bomban 会不会是说最后独立人士 抢掉郑国球的票 最终使到国门在Bomban赢 其他大部分的选取是 国门有没有可能抢到国阵的席位 可能国门有两席到三席 但是如果投票率高 可能希望你们的胜出的机会就比较大 其实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个高投票率低投票率 到底是劣势跟优势 可是我们觉得身为一个政党的话 要传达一个正确的信息 声明人民的话 这个是你们的责任来履行人民的权益来投票 所以我们还是呼应 马六甲的人民 马六甲的选民要踊跃出来投票 马六甲未来的五年命运 要等到明天的开票结果就尘埃落定了 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周选无疑牵动了整个国内的未来政治发展 整个选举结果不会是一场大结局的 那究竟有没有任何一个阵营能够掌握简单优势 单独执政 还是需要和其他的阵营一起谈判和谈妥 才能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呢 一切都是马六甲周选之后的政治市集 八度空间崇尾伦 马六甲报导 八度空间 老板